大家晚安 嗨 九点啰 哈喽 朋友们在进来了吗 今天有没有比较亮 今天我有把光打的亮一点 想说看起来气色会比较好一点 看一看 嗨 朋友们慢慢再进来哦 这位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吗 因为你的名字我不会发音 是吗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发音发对 嗨 嗨 大家好 你好 你今天头发很可爱是怎样 后面是什么 就是妆可爱 就是一个夹子 我以为是两个丸子在那边 哈哈哈 它是一个夹子 嗯 蝴蝶结的夹子 蝴蝶结的夹子 把它夹住比较不会乱跑 哈哈哈 这样看过去好像长脚 哈哈哈 它还有更大的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它还有更大的 太大那个开箱礼物了 不要啦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发现你知道吗 做直播的好处有好几样 第一个就是做妆法的时候呢 可以不用做到后面 哈哈哈 看不见 哈哈哈 还有 下半身 失踪 下半身失踪 所以意思是说 现在下半身有没有穿 没穿 哈哈哈 有啦 有啦 你进入限制级了啦 下半身没穿 好恐怖哦 哈哈哈 有啦 但是 充满的想象空间 哈哈哈 不能看 不可以看 不要看 哈哈哈 不要看 还有一件事情直播的时候 你知道随便可以做 蛤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要去上通告 对不对 我们要去上电视节目啊 对不对 刚刚断线 有断线吗 好现在 等一下 现在好了 好 那我是说以前我们去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们是要去录影嘛 对不对 要播出嘛 好 你都会顾虑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你要见到很多的人 所以去之前最好不要吃什么大蒜啊 葱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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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 没关系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 你只 跟你的广播比起来的话 你广播更随性了 对不对 对广播 以前的广播是因为 只有声音 没有画面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不用 人家可以不用看到你 然后每天就很邋遢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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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对所以那样子其实不好 我觉得还是要看得到比较好 但是我们只要顾正面就好 哈哈哈 不用想太多 正面的上半身这样 即可 对对对 好多了好多了 对对啊 好多了好多了 然后这个 欸我们陆陆续续 有一些朋友进来了 今天呢想来跟他谈一个话题 就是 对不对 我们是阿姨的尬聊时间嘛 对不对 妈妈 所以呢 就是到了这个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说 欸你的儿女开始长大了 然后他们的世界开始跟你不一样了 有一天他开始跟你顶嘴了 对不对 他说 妈妈 我有自己的想法 你不要干涉我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从我们妈妈的角度来看 现在年轻世代究竟如何 那当然啦我觉得年轻世代也有一些 就是欸我不知道如何跟长辈相处的方法 我的爸妈真的 我很爱他们 可是可是可是点点点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办法去化解那个所谓的代沟问题 好不好 最近啊 我才跟我大儿子在聊一件事情非常好笑 我大儿子 终于说出口了 什么 因为 他小时候啊 都被我打扮的 不是穿红的绿的 我都把他穿得很鲜艳 他大红大绿就对了 哈哈哈 因为 他被他的同学笑 嗯 他从小 但是又不敢跟妈妈讲是不是这样 不是小孩子 不会选衣 当时候的小孩子 他不会选衣服 当然是你帮他选啊 那我就觉得男生 男生为什么一定要穿 黑黑的 咖啡的 蓝蓝的 为什么不能穿鲜艳一点 所以我就拼命给他买 红色的绿色的 然后他甚至于被他的同学 就取外号 他如果今天穿绿色的 邮差 哈哈哈 太好笑了 那穿别的颜色呢 红色咧 红色会变什么 红色还好 但是常常红配绿 哈哈哈 那是你给他配的啊 哪有人红配绿嘛 对不对 哈哈哈 只要话说回来 像 因为我生的是双胞胎 讲到这个小孩子的衣服 对不对 因为双胞胎小的时候呢 你就是两个嘛 那你觉得买衣服方便 我就是买一样的 你知道吗 或者是 一样的形式 不同的颜色 嗯 然后 后来我的儿子开始长大了 他告诉我说 妈妈我最恨你小时候 把我们两个穿的一模一样 哈哈哈 你看 双胞胎 双胞胎的痛苦 就是为什么你要把我们两个 打扮的一模一样 在这里我要告诉所有 有这种想法在怪爸妈的人 因为当时候 你们不会选择 当然是由我们选择啊 可是他长大了以后 他们当时候一定被人家称赞比较多 没有那种说他很丑的吧 对不对 丑是没有 但是就是都 但是他真的很痛恨 我让他们两个穿的一模一样 一个 就是我两个儿子 你要我怎么办嘛 我买衣服的时候 我还要伤脑筋去买两样 而且我觉得双胞胎两个穿一样好可爱哦 哈哈哈 结果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事 对 其实我懂你儿子的心理 你知道吗 嗯 我们是南方崇尚是两个 我最痛恨 我最痛恨公司给我们穿一样的衣服 曾经有过吗 曾经有过吗 哦有 如果一样的衣服的话 就更显得谁尺寸比较大 嗯 有没有 有没有 因为小南方永远是小尺寸 哈哈哈 他这一辈子应该也无法超越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穿在 所以同样的衣服穿在大男的身上 可能就会有膨胀感 那当然啦 以裤子来讲的话 我就会比较粗啊 对不对 所以我都会跟那个造型讲 不要穿一样的衣服 不要穿一样的衣服 所以你看嘛 因为人家规定你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可是实际上小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哪有决定的能力吗 你也不可能带他出去说 你要买什么完了 那你不用回家了 你想买哪间 你就不用回家了 对根本就不懂 他们根本就不懂 所以你们也不要怪你的爸妈 好像选了你们不喜欢的衣服 那是以你现在嘛 但是我大儿子讲的也有道理 因为他后来被他的同学取错 这是我的错 这是我的错 没有不过小朋友真的很喜欢这样 开玩笑 就是有一些特立独行的 同学的时候 就会去帮他乱取绰号嘛 对不对 对啊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是呢 当妈妈并不能讲说 你们小孩子就应该要听我的 当他们开始渐渐长大的时候 越来越有自己的意见 开始跟你去顶嘴 跟你去辩驳的时候 请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妈 你可以接受新鲜的事物吗 你问得很好 其实我后来是跟他们一起学习 你知道吗 嗯 怎么样学习呢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很简单的 后来这个电视啊 是属于那种 跟网路结合了 有没有 电视已经跟网路结合 叫做Smart TV Smart TV 对 然后你有自己 你可以看你自己的 你就用你的帐号 然后设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看见事之后 你就可以转你要的 就不会有别人干扰 所以你等于自己 你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帐号 他们自己的帐号 可是当时我就不离开 一个来换一个 你知道我在干嘛 我在看他们现在在看什么 哦 去看一下 学习一下年轻人到底在看什么 而且 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 是不是看的都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我现在慢慢讲 很好笑哦 我先从老 先从我的女儿讲起 我女儿呢 先讲女儿多大 多大年纪现在 我女儿现在是大一嘛 然后当时候 她是大概国中高中 国高中 她是追新竹 追谁呢 追韩团 BTS BTS 应该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追吧 我从她身上学到了许多韩团的知识 然后她哈韩之外 又喜欢吃韩国的料理 她吃辣 她吃辣 要很辣 也要很辣 然后呢 她也喜欢跳舞 也喜欢动漫 然后 还在她身上认识了现在最有名的YouTuber 老高 老高跟小默 这个都是我从她那里学习的 OK YouTuber 但是 对 OK 年轻人在看的YouTube 譬如说老高跟小默对不对 那 诶 断线咯 来新增 大男突然 跳出去了 今天网路有点不稳 稍等一下哦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心情啊 有没有当过那种要去了解你小孩的妈呀 或者是说你的孩子 年轻人在干嘛我真的一点都不懂 是不是 诶 她不见了 新增上来没 但是为什么一直看到南风二重唱正在观看呢 等一下啊 网路这个东西真的是蛮麻烦的 我先把它关掉 再开 好 出现了 新增 诶 刚才为何断线钟 不知道啊 今天的网路有点不稳 对他自动踢你 因为你要正要讲那个年轻世代的事情 哈哈哈哈 关 没有啦没有啦 其实大男算是一个 你知道火象星座 我们最近在星星王子已经单元回来了 每个星期天晚上 来自太空 哈哈哈 去台湾 所以 星星王子呢 他已经 回到就是我们开始 开始在讲星座 所以在星期天晚上的9点到10点 大家可以来看我们和星星王子的直播 我们会讲下一个星座 下一个星期的12星座的运势 然后讲到火象星座的妈妈 火象星座的妈妈 应该算是比较开明的 可是 嗯 大男是狮子座 狮子座应该属于 控制力比较强的 你在旁边看你的小孩在干嘛的时候 也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控制欲吧 我觉得呢 如果自己的父母是狮子座 是很幸福的事 哦真的吗 真的吗 我来听听看啊 请说 因为 狮子座真的很慷慷 啊慷慨是绝对我认同的 就是 想要什么就买是吗 对 然后都会满足小孩的愿望 另外一方面应该也是跟小孩一起玩吧 嗯 他有时候也不跟我玩啊 你知道 哈哈哈 玩什么 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 你看 你看你女儿的那个YouTuber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在看的时候 是不是同时自己其实也是在学 他们到底在看些什么 然后你看久了 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他还是让人感觉有兴趣的 我就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嗯 哦原来网路的世界这么广 这么厉害 嗯 真的 但是那个是YouTube 对不对 YouTube 比如说YouTube的世界我还学习化妆嘛 啊对对对我也是 我也是从YouTube里面去学化妆 嗯 对 你知道YouTube YouTuber啊 有很多 很厉害的达人在里面 很多啊 很多啊 天 所以比如说甚至于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Google的一个资料 资料库了 对对 你要Google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要去什么地方 你只要在YouTube上面打什么 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资讯 嗯 像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一些 有关于3C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做直播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对对 是不是可以啊 把它开放成 现在 嗯 Facebook的Live只有两个人可以上 那可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用电脑来操作 然后可以让比较多人上线 我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 可是有时候卡关过不去的时候呢 就去YouTube上面找 因为会有 对 会有那个 就是以前我们要找资料的时候 你要用看的 对不对 你要看文字 可是现在YouTube的好处是说 你可以看影片 他直接把你交到费 对不对 YouTube还有一个好处 你喜欢看的一些影片 你在那边看是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啊 我刚有点忘记要讲什么 就是比如说你在YouTube上面 你除了可以 还可以学做菜 很多 对 而且做世界各国的菜 哈哈哈 还有旅游 旅游也是一堆 你现在待在家里 你可以就在看电视神游 也是很棒 就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没错 好对对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我从我的小孩身上发现 现在很多百万粉丝的YouTube 竟然是什么时候变成百万粉丝的吗 他们是在打电动玩具 然后录影 然后吸引很多粉丝 小孩子都在看这个 看他们在玩电动 其实应该说他吸引的年龄层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喜欢看电动 他会去看电动嘛 不是 我后来我刚开始会觉得很荒谬 干嘛看人家打电动啊 嗯 后来有一天我坐下来陪他们看 超级好笑 有没有什么心得 因为那个打电动的人啊 非常众议咖 他自己会 就是比那个众议 众议节目里面的人还众议 对不对 还好笑 比如说他们是几个人嘛 然后玩那种有鬼的那种游戏最好笑 他们自己都吓到半时 还吓到从椅子上掉下来 所以越真实越好玩 越吸引人去看 对不对 很吸睛 非常非常 OK 那是你女儿在看打电动 对 还有一些 那他从哪里得知 这些 嗯 非常非常走红的YouTuber呢 是他的同学告诉他的呢 还是自己去搜索 对啊对啊 搜索 自己搜索 还有他的同侪都在看这些 嗯 都在玩这些 对对对 那比如说我小儿子 我小儿子的话 我小儿子跟我一样胖很胖 然后他都是看吃的 哈哈哈 就身材不是一天造成的 一定有他的原因在 对不对 哈哈哈 他有一次给我看一个日本 你知道日本人多疯狂吗 一些日本的一些YouTuber 嗯 他们 他们除了吃 他们有一个男生 也是那种 就是点月率几百万的 他专门是在 吓他的父母 为乐 啊 他比如说在一个厨房啊 然后他把自己埋进那个墙里面 然后就看着他妈妈 一直在做菜什么 好时间到了他就开始吓他妈妈 然后妈妈都吓到跌在地上 就是墙上面一张脸突然出来了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意耶 然后他最好笑的是他爸爸 在旁边也知道还装作不知道 他爸爸跟他一起串贡就对了 也没有他爸爸根本不理他 哈哈哈 觉得他爸爸没有被没有感觉到任何的 惊吓的 哈哈哈 对对对 可是真的好好笑哦 真的很棒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网路上面 世界很多的东西是从生活里面出来的 从生活里面走出来的 只不过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觉得很好笑的东西 然后他们把它收集起来变成 上网 他们把它实现出来 而且还实现出来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看 嗯 真的很棒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在讲一些好笑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是跟同学嘻嘻 朋友嘻嘻 讲讲讲 可是他们现在就是把它拍下来 然后上网 分享给全世界的人看 也许很多人看到都会有相同的感觉 对不对 像比如说我的 我小儿子介绍我 常看的一个叫我们内地的朋友 小帅祥 嗯 或许大家可能知道 好来说说一下 他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无厘头的 然后都是吃的 他比如说今天想吃一个 什么东西很流行 他就拿来自己煮 自己做 一定把它吃光光 或者是他今天突然买了一个大西瓜 那个西瓜呢 跟原来的西瓜大概有十倍 差十几倍大 然后卖西瓜给他的人有说 我建议你不要吃啊 因为这么大的西瓜是观赏用的 应该不会甜 应该不会甜啊 嗯 他就直接还是把它剖开 然后跟他女儿就在那边吃 他说的确是不怎么甜 他最后把它炸成汁 然后装成一个 我们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装水的一个大水壶里面 嗯 全部都西瓜汁 很有趣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现在去想这些东西 好像都是我们常在生活里面发生的事嘛 但是他们就把它 他把它拍出来 然后把它做成有点综艺性 综艺咖嘛 因为通常还是要有点综艺效果 而且他有剪辑 所以你看起来哦 不会冗藏 他有剪辑 我觉得YouTuber 比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有剪辑 最近我常在跟我的经纪人 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网路上 我们在Facebook做直播 那为什么选择Facebook 是因为所有的社群软体来讲呢 IG有点太年轻太新 对于很多也许我们的朋友 可能他们不太会接触到IG 那YouTube的话 大部分我觉得YouTube 比较需要是后置 他需要有很多的准备 上字幕啦配乐啦 其实YouTuber并不好当 大家觉得很简单的事情 哇他们怎么可以年薪 什么可以赚多少多少钱 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他们除了要去 他们就是靠点阅率 他们靠点阅率赚钱 但是靠点阅率好像觉得说 哦对因为你的点阅率很高的时候 然后YouTube不会付你钱 可是不是那么好赚的 他要先去想内容 然后他要去拍摄 拍摄完了以后要剪接 然后剪接还要上字幕 还要做音效还要配乐 然后最好剪辑成一个差不多的长度 而且他们可能每个礼拜 都要PO一折出去 各位要花多少时间啊 这就是年轻人现在的 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们这些老年人是觉得绝对办不到的 赖 他们赖以为生的方式对不对 没有他们不是 他们觉得很有趣 我讲我女儿的例子 我女儿跟我讲 给我介绍一个粉 一个YouTuber很有名 那我看完之后我傻眼 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日常的Vlog 就是他就是拍他今天可能早上起来 就是很无聊 他就是一天 一天的行程 他也是一个 本事很多的一个YouTuber 嗯 这也可以当YouTuber 就是你把你 嗯 从早上起床开始 他的日常 日常Vlog 然后我女儿啊 她也有做她自己的Vlog 诶 也不错诶 我看了也觉得好厉害哦 所以其实年轻人的世界是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应该是 他们有 他们有电脑 他们会去学习 嗯 有网路 他们都是可以拿到的 所以他们都愿意去尝试 所以这也是 可能也是我们也可以 学习的地方 好好好 在你学习之前 先不要把你的手机给砸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 对我们来讲 要学习也是可以 只是我们好像不是 生长在一个电脑 或是网路的世代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是年纪大了以后 才慢慢慢慢在接触 我记得我刚开始 用电脑 个人电脑 然后开始学习打中打 好像是我才20出头的时候 20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网路是播接 对要播接上网 用电话 然后播上去之后 对还有的时候 因为满线了上不去 然后一直卡一直卡 然后一直播一直播 播到 终于有人下线了 然后播进去了这样子 对 然后当时是从一个 这样的一个世代开始 所以我们没有在 电脑的 网路的这种高科技的 世代里面生长 所以对我们来讲 学习是有点困难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学啊 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不要妄自菲薄 我们还是可以学的会 还有哦 我女儿很早以前就跟我说 因为有时候我想要加她 我想要看她看 她说 FB啊 我们年轻人已经不玩FB 也不看FB 我们是在IG 没错 没错 前几天我去上豆子的节目 你知道她说 她说 郑宜姐 不好意思 你不要生气哦 我告诉你 现在年轻人 他们没有LINE 也不去FB 他们只用IG 我说 对 你觉得这样子有冒犯到我吗 哈哈 是真的啊 是真的 但是IG 我觉得我慢慢在开始学习 但是IG 我们比较爬的慢一点 是因为认识我们的人 他们 认识我们的人 都没有人在用IG 我必须要重新去认识 新的年轻人这一代 对 然后对于我来讲 其实 因为我两个儿子在加拿大 所以目前他们的生活 跟我已经不太一样了 我们各过各的 我觉得我很少 就让他们独立也不赖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 就是要早一点去独立 他们自己去生活 然后自己 要自己去赚钱养自己 他才发现到说 有爸妈在身边的珍贵 但是他们也 这几年也习惯了 那以前像我儿子啊 我小儿子啊 他就是 也是那种比较 新朝派的 他到现在我常常看到他的照片 都是一些那种 好像街拍你知道吗 然后他很 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就去刺青 可是他刺青 然后对 因为妈妈曾经跟他讲说 我年轻的时候 好想在我的脚踝上面 刺一朵玫瑰哦 但是没有 现在还可以啊 现在还可以啊 怕痛 但是那个时候就没做 但我跟他讲过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好像记在心里 觉得说 妈妈也是这么新朝嘛 所以他大学的时候就去刺青 可是他刺青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没有人知道 然后有一天被我发掘了 我说 蛤 你去刺青啊 他说 被你发掘了 他说那不要让爸爸知道好不好 我说 还是不要让他知道好了 因为他以前染头发 爸爸就会说 你知道这样会得皮肤癌 这样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都帮我的小孩 我都帮我小孩染头发 是啊 我也会嫖 但是后来 慢慢接受 但是他又觉得说 染头发不知道从哪边 看到新闻 就说会得皮肤癌 但是你想也没有 一天到晚在染嘛 所以他就知道 爸爸不太能接受太新朝的事情 所以刺青这件事情呢 就不要让他知道 你知道他就是 每一次 爸爸回来了 赶快把外套穿起来 长袖外套 夏天也要穿 然后一直到 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被曝光啊 好像是已经回到台湾 有一次呢 我两个儿子到台湾来玩的时候 一时不察 台湾太热了 就被发现 东窗自发 他说 你什么时候是的啊 那你经过很多年了 你就不去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世代跟 就是说上一辈的 主要看说上一辈的 父母是不是可以接受得了 因为实际上来讲 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不是吗 要改变的是我们才对 要改变的是我们 因为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小孩 就像我们刚开始讲说 他小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讲说 我把你穿红尘黄 那一环蓝电子对不对 但是长大了以后就别想 你休想 休想 你讲到刺青 我今天还在跟我女儿聊整形这件事情 为整形 他们年轻人对整形来讲 真的是觉得 这真的没什么大不了 像以前我们 我们在出唱片的时候啊 缝个双眼皮啊 下个半死 怕被人家知道 你知道吗 那个时代我没有做 所以不知道 但是现在的时代 你怎么可能不去做一点保养 它跟化妆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 这就是现代时代 跟以前时代最大的不同 现在这些东西都可以摊在阳光下 都可以摊在桌面上 而且都可以跟儿女聊的 对 这很大的不同 然后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去跟我们的儿女学习 对 对 没错 所以要告诉大家不要一天到晚在LINE里面 只产长背图啦 哈哈 有时候来看看直播 这个是进阶版 OK 我们FB直播是进阶版 再进阶一点 我们可能就要去进攻那个 那个 IG去了 对不对 我记得啊 也是 我有跟几个爸妈在讨论一件事情 他们就是说不了自己的儿女在追星这件事 可是我就讲了一个故 好你讲你讲你讲 我就讲了一个我女儿的故事给他们听 他们也是觉得 可以这样 我想说对 好怎么追 我从我女儿这里才知道BTS这个天团嘛 韩国的天团 对对对 最近不是有那个麦当劳的什么麦当劳的什么组合 BTS 对对对对 哦全球在风鸣 他们是全球的巨星不是只有韩国而已 没错 全球的巨星 我儿子另外一个儿子 买了麦当劳的BTS套餐 还特别拍照给我看 然后呢 我女儿那时候高中的时候 高一的时候啊 她们在台湾BTS的粉丝很多 然后她们甚至于啊 就是创业 卖BTS的周片商品 自己卖哦 那她的东西从哪里来 资源从哪里来 她就自己存钱 先存钱然后她就做 她写小说 然后她卖那本小说 但是跟BTS有关的 她有做凶章 BTS的凶章 自己去设计自己做 她就必须要有一个 先拿一个 一点点本钱出来 然后她有一天啊 刚好那天我也要去唱歌 我就说 你今天要去卖了 然后我就说 卖 你这句话挺想好可怕 你今天要去摆摊吗 你要去摆摊了 然后她们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像假日 小 就是都是属于卖BTS的东西 然后她就拿了我一个 好大的行李箱 最大的那个行李箱 就摆进她要卖的那些东西 摆得满满的 然后她就在那边拖 我说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帮你叫计人车 我帮你叫计人车 你不要坐捷律 那是不可能的 我就帮她 帮她叫了我常叫的计人车司机 我说你帮我女儿载到那个师大 她真的是去摆摊哦 去摆摊 摆地摊 然后我那时候还 没有啦 她不是地摊 就是她们就是一个 她们就是一个 说好了那一天 然后大家都要去那边 卖这些东西 有很多BTS的Fans 都会去那里看这些东西 OK OK 了解 因为你只要卖这些有名的韩星 或者是有名的巨星 这都是商机啊 你知道吗 这都是商机 然后当天回来 她卖完了 就是那个很大很大的行李箱里面 全部东西都卖完了 她卖完了 她应该做得很不错 我就说 好强哦 是比老妈还会赚钱吗 老妈是去唱一场桑眼 哈哈哈哈哈哈 对其实 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讲 所以我就说 现在的年轻人 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思维 去做比较 或是做衡量 他们就是有他们的世界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甚至于他们就是想做 就让他们去做 我觉得他们 最主要是他们想做自己 我不要依照 长辈或者是父母 给我安排的一条路 我希望能够做我自己的路 像我有一次就是 在一次年终尾牙的聚会上 碰到一个老朋友 他也是小孩长大了 都长大了 然后女儿呢 已经到十 那时候好像是十六岁吧 十六七岁 他想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他说他在那个美容院 当洗头妹 然后大家的反应都说 有前途 对 因为你想想看 现在的法型设计师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真的 可以学到很好的技术 对不对 你有朝以日成为一个造型师 法型设计师 有机会往上爬 没有人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我们倒回去想嘛 在我们这年轻的时候 谁会去当歌星这件事啊 诶 等一下小姐 嗯 现在的年轻人我有问过 他们的心梦也是很热烈的 对 心梦很热烈 但是我这样讲我们年轻的时候 其实大家不太有心梦耶 你当初是因为 跟小南 你们两个从民歌餐厅开始唱唱唱 对不对 小南最有名的一句话 是 无心插柳柳成枝 大家都嘛 无心插柳 好不好 我当年在读台大 我闲闲没事干暑假的时候 跑去暑期打工 就是参加金运奖的民歌比赛 完全没有想要进这一行 我们单纯只是暑期打工 因为她的奖金很高 哈哈哈哈 对 但是我最后是没有拿到奖金 拿到奖金的是王海玲 但是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然后就跟辛格唱片有合作 然后就出片 然后一路走到现在 有点不知怎么回事 我们当时其实是没有心梦的耶 那时候我们根本是学生时代嘛 你对未来的期望 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对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 他们会去 我最佩服现在的年轻人 我的儿子女儿也包括是这样的年轻人 就是他们很喜欢跳舞 然后他们就会参加一些社团 然后每天放学之后 就会去比如说 那个捷运站的一个空地啊 或者是这个板桥什么地下的 我们家附近 我们家附近博富纪念馆很多团 晚上走过去的时候到处都在跳 而且真的都跳得很好 跳得很好真的 我在旁边稍微看一下 我都觉得 这个已经是有那个比赛等级的 但是他们在跳这个东西 其实也只是一种运动嘛 他们有想要跳出一片天吗 也是有梦啊 他们还是有那样的梦啊 有的啊 但是只是 有啊 做梦的方式不同了 现在应该说是 各行各业都可以 有一个发展 只要你自己有想法 我是觉得唱歌跟跳舞 真的是两个世界 你不觉得吗 那是不一样的世界 你是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去跳 对不对 那他们应该也唱不过我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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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帅哈哈哈 不是唱到现在这种地步对不对 我跟你讲啊 讲到唱唱不过我们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蛮自傲的 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也唱了几十年了 拜托 不是 大家要想清楚 我们那个时代 其实想要出头 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因为你要打败多少张唱片 一个月 你出片的时候 那个月发片曾经 你就要打败 要打败三十几张唱片 那是很难的一件事 现在他们要打败的是全球 还包括抖音 所以我跟你讲 不要这样去讲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可以走到一个地步 就走一说 有梦可以去追 但是你的梦 梦想你要去实践它 你不要只是做做梦就算了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很遗憾 有些事情没有完成 其实不要讲说年轻人追星 我年轻时候也追过星 你追谁啊 不好意思 我中学 青山 那太早了 谢谢 我高中大学的时候 我追过温娜五虎 有没有人听过 有有有 有有有 温娜五虎 温娜五虎当时有多红啊 对不对 他香港的这个算是他们团体很厉害 而且都很帅 那个钟正涛跟谭永霓两个都很帅 他其他几个都很帅啦 对对对 我拿五虎追到他们 他们那时候在第一酒店住唱吧 哈哈哈哈哈哈 背着书包追到第一这个酒店去欸 对对对不对 所以我们既然 我也追过 supers 那我怎么会说我的儿子我的小孩不能去追星吗 当然是可以啦 但是vie 但是但是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你說你也不能把學校的功課 放下不理 或者是說 做很危險的事情 我知道他們有的追星是你知道騎摩托車跟在那個 歌手明星的那個車子旁邊在追 一路追 那就太危險了 對 沒錯 對所以 所以 我們不要講說 我覺得我們不要站在那個長輩的角度說 哎 你現年輕人在幹嘛 那個周杰倫到底在唱什麼聽不懂 我要告訴你 現在最新一輩的年輕人 可能已經有人不太認識周杰倫 這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實在跑太快了 我剛在化妝的時候 我就剛好看到那個LINE 你知道現在LINE也有音樂你知道 然後他們會 LINE Music嗎 LINE Music 然後他們為了這個 這個疫情呢 就請了 許許 非常多的藝人 每天一個 然後就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然後就還要 謝謝一些我們的 辛苦的醫護人員 還有教大家要防疫在家 之類的 我看了 我大概聽了 我是一面化妝一面在聽 我聽了一個小時 我大概有一半的歌手我都不認識 我想這個應該很正常吧 是不是 因為現在 我跟你講 我剛才講到周杰倫的年代的時候 周杰倫出片的時候 我還在做節目 所以周杰倫第一次 出個人專輯 要來上我的節目 她的宣傳跟我是好朋友 跟我講說 鄭怡姐 拜託你幫個忙 她是新人 她真的很優秀 然後她跟那個 她寫過屋頂 一直講 一直講 然後好 好吧 那我先聽聽她的音樂 覺得 那時候周杰倫的音樂很 獨樹一格 你可以這樣講 就在那個 還在那個 張學友 吻別時代的歌曲的那個 那個時代裡面 覺得周杰倫的歌 有人唱歌是這樣唱的嗎 然後 很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那我覺得這個人讓我很有 很感興趣 於是我就 拍了他的訪問 然後周杰倫來我的節目的時候 然後 她從頭到尾 眼睛都沒有正眼看過我的臉 從頭到尾眼睛是盯著桌面 她是一個 剛開始出道是一個非常害羞 很怕生的一個人 你看你有多兇 不是 她所有的 手上所有的媒體都是這樣 我多慈眉善目啊 拜託對不對 而且我好歹都還在問音樂相關的東西 我沒有問你一些什麼 什麼家裡的雜事 或是八卦對不對 有沒有女朋友啊什麼的 我都是問音樂的東西 但她真的是一個很怕生的人 你看轉眼變成天王 而且她的天王是 她也因為當歌手而 把她的夢想給實現 譬如她想當導演 對不對 她真的去導了電影 然後去拍了電影 然後就有很多東西 都是她的小時候的一些夢想實現 那她真的是一個很讀書一格的藝人 就是我們當時來看的話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現在的世代 又不同了 現在有很多的 你沒有聽過這個人耶 他們不是出片歌手 他們怎麼紅的 在網路上 對 沒錯 她可能寫一首歌丟到網路上去 就大家覺得好聽就傳唱傳唱傳唱 然後接著 好可怕喔 抖音的歌 點唱率有1.7億 好可怕喔 對 一個你不認識的人 一個你從來沒有聽過的名字 根本沒有出過專輯 其實一首歌可以有這麼大的點閱率 所以網路的世界真的是非常厲害 它改變了很多很多我們生活裡面所有的事情 演藝圈其實是被打擊的很嚴重啊 遊戲規則完全都不對了 對遊戲規則完全都變了 所以大家全部都要轉 而且藝人也變了 我們這樣講說以前我們的時代 歌手就是歌手 演員就是演員 主持人就是主持人 對不對 通常都不太跨界 可是現在全部要斜槓 對 全部 甚至於有一種 我知道 我知道就是有一種經濟公司 專門在簽這些YouTuber 對 網紅 就是簽所謂的網紅 經濟約 對 對對對 有的是直播主 有的是專門做直播主 沒錯 對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 也是別人邀請我 國外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聲光秀的節目 然後 我就 其實我是混進去的啦 我是跟朋友混進去的 就是Toto跟Vicky 然後去的時候呢 他們講說 因為他們請了很多的網紅 因為他們 點擊率很高 所以請他們幫忙分享 這是一個很新潮的東西 然後走進那個帳篷裡面 我就走出來 我說 對不起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全部都是網紅 全部是網紅 對 所以世代上面有所改變 上次大男不是講說 有某人 預言過將來的網路的世界裡面 剩下三軸人嗎 對啊 這個是我也是看一個YouTuber 叫蔡太太蔡先生 蔡太太蔡先生 他們都是介紹的 蔡太太蔡先生 我很喜歡他們就是 平易近人 然後都是介紹旅遊的 介紹旅遊 蔡太太太蔡先生 他就 分析了那個YouTuber 這個行業 他說YouTuber 最後只會剩下三種人 哪三種人 第一個 第一個 藝人 你是說有藝人去開 當YouTuber 譬如說像羅時風啊這樣 對藝人 第二個是職人 職人 職場的 就是達人 就是 第二個是達人 第二個是達人 職人 就是職人 專精於某一方面的 譬如說你是料理的 對不對 你是料理 你是學 教英文的也可以 所以介紹3C產品的 有關於電腦相關的知識 譬如這樣 對不對 玩遊戲的 玩遊戲的也OK 這都算職人 第三人呢 第三人呢 閒人 很閒的人 就是無所謂 你知道 他想拍就拍 就是有時間 對不對 對 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時間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不是就這樣嗎 我們就自己 在 請問薇姐夫你有出去嗎 沒有啊 還是 習慣在家咧 我已經習慣在家裡了 我覺得在家也蠻不錯的 然後人家想說 你都沒有 你那個都在做什麼很無聊吧 我說不會 我好忙喔 我一個禮拜要做三天直播 我要想內容 然後我要去聯絡 那個特別來賓 然後我還要寫什麼東西 還要練歌 好多事情忙喔 然後另外一方面 我幫你的小吃店 我還在接訂單 網路的訂單 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聯絡 對不對 請問 所以我 我平常也沒有忙成這樣耶 沒有 我常跟我的小孩在聊天說 這個 現在這個防疫期間 你們會覺得很悶嗎 他們說不會啊 因為在家裡 有很多事可以做啊 對啊 出去反而是浪費時間 哈哈哈 不是出去是危險 出去是危險嗎 因為是真的沒有打到疫苗 真的還蠻危險的啦 危險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上次有問我說有沒有去 那個預約嗎 預約打疫苗嗎 是你有問我嗎 對啊 你預約了沒 我在 我在昨天最後一天 5點鐘之前去預約了 聽說5點之後就收單 然後我的號碼是300多萬號 所以 當作 你知道我幾萬多嗎 你是說 我預約完我的 我就 大概 中間只隔大概不到5分鐘 就預約我老公的 然後你知道我們兩個差幾號嗎 我預約完 我早上10點半就預約了 9萬多號 9萬多 9萬 然後我在隔大概3分鐘 我只要拿出我 我老公的那個吧 的那個什麼 健保卡的號碼 一月預約 我老公已經10萬好了 差2萬 差2萬 差1萬 1萬 只差幾分鐘嗎 3分鐘 3分鐘 沒關係我300多萬 1萬 我300多萬 我330幾萬 就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在家裡很多事情忙 拼天由命啦 先別講 今天是18歲以上的 對18歲以上 對 我們家沒有 請你們三個趕快努力 我們家三個都可以 三個 我家兩個在加拿大都打了 兩季都打完了 所以也不用去煩惱這件事情了 好上個禮拜 大男友說 因為上個禮拜我唱歌 你說你要挑戰 這個禮拜來挑戰什麼歌 我有練喔 我有練 欸 嘻嘻拿出來了 當然要啊 哎呀 當然要啊 連嘻嘻都拿出來 好今天既然講的是 年輕人的世代 我們來挑戰一下年輕人的歌好不好 他們一定不相信我們會唱欸 開玩笑 是看我們唱不唱吧 而且還要不能唱書原主唱的那種 這就有點 害怕了 我今天要唱的是 我今天要唱的是有一天 嗯 知道嗎我們無聊 總是會看一些YouTube YouTube有時候會剪輯一些很厲害的 我們內地或台灣的一些很厲害的一些唱將 會cover一些歌曲 其實我是看到那個對岸有一個 一個音樂節目有一個男生 喔他唱了這首歌我就覺得哇 好厲害喔 但我忘了那男生的名字 那這個歌的 這個主唱人呢 是我們SHE的Hibbi 的那個田富貞的歌 喔原主唱 原主唱是田富貞 田富貞 嗯 那我是看到那個男生唱了這首歌 哇這個歌 真不爛 這首歌叫做 你就不要想起我 嗨掌聲鼓勵來刷一排掌聲喔 好厲害喔 哈哈 我能有多骄傲 不堪意境好不好 一碰到你我就被撩倒 朝朝鲜水深山后从容过倒 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 一个远远的微笑 就掀起汹涌过他 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 明明你也很爱我 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只要你敢不落落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夜长梦怀过 你就不要想起我 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 你就不要想我都疯掉 明明你也最爱我 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只要你敢不落落 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夜长梦怀过 你就不要想起我 哇 掌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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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练了 有练了 前面还是有唱错两个字 吵醒 有录下来 你完蛋了你 这个歌啊 这个歌我最喜欢的两句 一个远远的微笑 就掀起汹涌波涛 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 这个歌啊 写的是我近期来觉得写的很棒 很感人 就是你要 你要怎么去写一首刻骨明星的歌 这个真是中文歌的奥妙 真的很棒 一个远远的微笑 就掀起汹涌波涛 对啊 当你想要忘记一个人的时候 是你自己忘不掉吧 不是别人忘不掉你 是你忘不掉 所有的悲伤的情歌 其实都如出一策啦 对不对 只不过我觉得中文的词 比较美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可以 用中文可以有很多的意境 还有那个 想象的空间 你唱到你那个音跟那个字 搭着这个 刚刚好的时候你唱起来也特别会有感觉 对 所以大男是适合可以唱悲伤的情歌 但是我一直都不行 我那个 我的声音怎么唱悲伤的歌 都唱不出那个味道来 不会啊 敲通我的心很悲啊 你有笑吗 没有 敲通我的心没有笑 但是你听我的敲通我的心喔 是那种 对我的感情受创 但是我要勇敢的站起来 继续走下去的那种 你敲通我的心 但是我 其实那个背后的寓意就是说 我不要再去眷恋这份感情 你知道吗 其实 对 我觉得每一个不同的人 诠释就会有不同的味道 来 我看 我今天穿一个黄色的衣服 都看不到大家的字 她说 欸 你不要想起我这首歌 第一次听到 欸 看不见欸 喔 有经验到喔 好好好 有人经验到 欸 然后还有听 我们的粉丝说不要哭 大男方没有哭 很难 很难 好 好 姐姐 好 今天我要来挑战这个 年轻人的歌呢 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 所谓的抖音 在抖音的世界里面 很多的歌曲都来自那里 然后我最近唱到几首歌 我都觉得非常好听 其实这些歌让我会想到说 在我们的国语流行歌曲 已经进入到比如说很 很rap的时代很多 比如说很多的乐团的东西都是 很爆炸性的 但是开始慢慢走回来一些旋律的东西出现了 就是开始有一些旋律性的东西 以前有一阵子的歌曲是没有什么旋律性 是很碎很碎的词 那我觉得欸 有旋律性的东西是很美的 然后又因为是在抖音上面走红的 他如果经过有1.7亿人的点阅的话 代表他得到很多大多数人的共鸣 好强 1.7亿耶 1.7亿 今天要唱的就是这首歌 但是我没有局他 所以呢 我只能用我的卡拉OK 就是 喂 就是那个里长报告 现在还有那个疫苗残疾 要买一支这个好好笑喔 那个赶快去打疫苗 所以要用这个 欸你听得见吗 我这样用讲话你听得见吗 我可以 我可以 欸你的正宜台语怎么讲啊 有人讲给我听过叫正宜是吧 对对 蛮难听的 电音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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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音要来唱抖音了 电音 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是公地秀吗 好 抖音里面的歌呢 这首歌我今天才去Google它一下 我发现 在抖音这么走红1.7亿的点击率的歌 主唱人居然是马来西亚的歌手 哦 是不是够强 你知道我很喜欢马来西亚的一个YouTuber 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 他叫阿尼玛 阿尼玛 阿尼玛 有唱歌吗 没对不对 好 这个可以说是在KTV裡面 点唱很前面 几乎是冠军的哦 好我们要来听一下 要用卡啦 哇还有卡啦 有卡啦 有听得见声音吗 有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重来重来重来 你居然有卡 上天啊 难道你看得出我很爱他 怎么相比相爱的两个人 你要拆散他们啊 上天啊 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 在无数夜深人静的一晚 有个人在想他 以后的日子 你要好好照顾他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负他 别再让人走进他心目 最后却又离开他 因为我不愿 因为我不愿 再看他流泪了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欸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好棒啊 今天可以把后面的都唱完 这个词 我会让他也会让他 就想到你了 你不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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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替我拥抱他 以後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顧他 我不在他身旁 你不能欺負他 別再讓人坐進他心裡 最後卻又離開他 因為我不願再看他的累了 這邊好像不會唱 好就唱到這邊囉 怎麼樣 阿拉斯加海灣是一個馬來西亞歌手 叫做飛道爾這個我看一下 對叫做飛道爾他唱的歌 然後他的原唱的是更淒涼一點 有啊有感覺 現在因為我們唱的還是比較美一點 現在的年輕的歌手們他們 唱歌的方式是非常自我的 他就是用自己最真實的感覺唱出來 他不見得需要把它唱得非常美化 但是你會聽到他聲音裡面很真實的那種 那為什麼叫阿拉斯加海灣我也特別去了解一下 他說因為阿拉斯加海灣是一個很有名的海灣 然後他因為密度的關係 所以他的海是形成兩個沒有辦法融在一起 有一個分界線 所以他叫阿拉斯加海灣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愛情到最後沒有辦法走到一起 所以他等於是在整面就告訴別人說 你要好好照顧他 你不要欺負他 他們已經沒有在一起了 就像黑夜白天一樣 對 就非常美的一個意境 那這個歌最近在 很多的KTV都是非常前面的名次 我們特別今天兩位阿姨 對不對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唱法 用我們自己詮釋的方式 來唱現在年輕世代的歌 那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要不要給我們掌聲鼓勵呢 阿姨也是很認真的 好玩 好玩 下次我們還可以再來挑戰一些別的東西 其實很多好聽的歌啦 對不對 我覺得我最近聽到很多好聽的歌 希望找機會慢慢的唱給大家聽 好的 沒問題 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所有的朋友跟我們尬聊 我們下禮拜阿姨尬聊時間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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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